已经回到了Airbnb了 现在我就要准备开始我的电影院大制作了 手掌准准大小哦 我拿啦我觉得是少过1KG的 Negia Negia从夜自由回来的时候 看到妈妈搞平了 Negia用Projector看造星期 会是一个怎样的感受 搞笑 又一直笑又很大啦 我们去度假咯 就是这一间Airbnb 因为不能跨走嘛 所以我就打算在KL 租一个Airbnb就假假跨一下 这样怎样是假假跨叻 我在Airbnb上面找了很久 终于给我找到一间 很有Bali-feel的一个屋子 就是有吊床 有灯 有帐篷 还有一个大大的墙壁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说我想要有自己的一间家 然后有自己的一个电影院 然后去请一般朋友上去吃吃喝喝看镜 他觉得很爽 但是你要有自己的电影院 然后其实是很贵的 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便宜的方法 所以记得看下去 我们先去check in啦 我一个开心 咯 peripheral ede 给了 看 随 好 孩 Eh people ok 現在我們準備出去買食材 因為今天晚上我們會吃虎豬 我搞ulle下雨 Suite 就覺得很爽 然后等下来我们就是一边打边咯 一边看戏那种感觉就是 OK 我们现在去Priami Go 买了什么? 全部好猛猛的动物 全部在这个 是冬料来的咯? 因为我们就是吃冬料 这样子呗 哇 老板 这样好迈啊? Scare Lab 啊? 我不要亏待我的朋友 但是这么只有一包咯? 今晚请吃到老板 因为我们发现MB&D没有到 所以我要跑去 Daiso 买到 给大家猜猜我到底 刚才在Aryon花了多少钱 请人吃饭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总共有三张单 第一张单看到吗? 这样长 155块 然后另外一张单是买猪肉 我买了三盘加一根五肠肉 那边要68块 155加6080 328 328 328 220啦你的数学啊 220 还有一个单是Daiso那边买刀的 那边买多少钱? 10块钱 所以是348 2 320买了多10块 你觉得多? 230 370 230 我很乱啊 很乱 OK 总共我们花了200多块 请人家吃饭你家 已经回到了Airbnb了 现在我就要准备开始我的电影院大制作了 其实我准备很少东西喔 我的行李喔 很少罢了 我要做电影院 但是我又没有带什么Cable啊 什么袋子 什么夹子 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带一个Projector罢了 登登登登登 这样小个 这个呢其实就是VuSonic的Smart LED Portable Projector 它的型号呢叫做M1加UnderscoreG2 但是因为太难念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叫它M1加G2了 登登登登登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小个的Projector 手掌整整大小喔 我拿啦 我觉得是少过1KG的 重点 有没有看到我没有带Sticker喔 Harmone Cardone 所以就是它里面配了这个双Sticker 然后它要是Harmone Cardone的 因为我朋友一直跟我讲很好用 所以我就讲它借来用一下 它的价钱其实不是太贵 也不是太便宜啊 就是1549块 我想如果我等一下用到好的话 我再考虑我要不要入手啦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 除了是我的Airbnb一日游之外呢 也算是我一个 帮广大的网友 还有我自己去做这个Projector Testing的白老鼠 OK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外形怎么样 正常我们看一个Projector 它都是四四方方的 那你看它 它是四四方方的 但是当我做一个动作之后 它就不再四方了 登登登登 看到吗 它就好像有一个 脚在下面 就整个就是浮在空中的感觉有没有 这边呢就是红外线的sensor 然后它的镜头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 然后旁边这些全部东东啊 都是它的speaker来的 然后这边就是一堆它的各种button 然后这个也是红外线sensor来的 然后上面这边 你可以看到一个转转的东西 这个其实叫做focus ring 就是说你转这边它就会focus 你就不会萌萌的看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当我这个红色东西 拔下来 它就是各种的USB port 看到吗 有USB 然后有这个HDMI 有Type-C 然后各种还有MicroSD 全部都藏在这边 这样子其实是有两个好处 第一就是比较美咯 你不会看到东全部在外面 第二就是不会藏灰尘 然后我只要这样子 按回下去 你就看不到了 OK现在我们去connect去手机先 它其实是可以connect去WiFi 或者是connect手机的Hotspot 不用兜什么kabel这样麻烦的 OK现在我把画面投过去给大家看看啊 叮 看到吗 因为它是不是有Auto 用Distortion的叻 很爽固耶 我这样子 好了啊 不要去玩了了啊 快点装 我要看细 OKOKOK 然后刚才画面有点萌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转 如果你只要一直转一直转 它就会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 看到吗 越来越轻 它最大是可以投影到100寸 但是如果你靠近一点的话呢 它就会小一点 你远一点的话它就会变大 看到吗 对 有点 你走 喂 我是小山 哦呀 超高的 哈 人家人家从有自由回来的时候 看到慢慢躺平呢 颜色OK 喂 可以啊 我覺得 我覺得OK 我一直以為Projector的顏色是 淡淡沒有顏色 它OK 1500塊 果然就是不一樣 如果你不要用觸控控器的話 其實你可以登錄這個App叫做V卡3的 然後你登錄了 你按進去 然後你們要去把手機跟這個Projector 都是連同一個Wi-Fi 然後你點 你就可以直接用手機去控制這個畫面 OK 今晚的菜單 魚丸 新加坡午餐肉 Skallot 蘑菇 很可憐耶 這個好像很少東西了 沒有東西吃這樣喔 我們等一下做一些不是很牙拐的東西 就是當我拿了這個出來的時候 剛才我就是臭了皮 然後我就下意識的把那裡拿開 他們叫我洛沙米 女的在廚房幫忙 野菜的狗 是不是 你看啊 男生全部揍住 全部在這邊 欸 那Projector放這裡也幾方便一下喔 我有狗路線 我怎麼有注意到有Projector在這邊 是不是 界限這裡 2個月 友安 你喜歡看什麼類型的戲 呃 我吃飯都是看撈體小心 哈哈 哈哈 你可以有一點深度一點的東西嗎 呃 我喜歡看文藝 fen 文艺就文艺,不是文艺加动作 你觉得用Projector看戏哦?有什么感想? 呃,经验到我的是声音蛮大声的,而且画质也比较好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在办公室啊,其实就是比较猛一点 最大的很小假,可是出来的解析度,真的是安排一个Camping OK,拜拜,Next 我想看什么电影? 成龙的警察故事 造星起 你觉得用Projector看造星起,会是一个怎样的感受? 搞笑,又一直笑又很大亮 OK,最后一个说没有,拜拜 Next 你平时看什么电影啊? 呃,爱情多作片,文艺版 哇,你再等一下胡到你的口 我喜欢看台湾的Gay U Kid 哦,我以前的比较文艺的,你懂吗? OK,Gay U 你觉得用Projector看这样子的电影,有什么感受? 因为CMC我不能去戏院嘛,所以就可以比较体验在戏院的感觉 因为大家都会出去啊,然后影目比较大,放在一起看又比较开心一点 哇,很会讲话耶 OK,Next 你平时想看什么戏? 平时? 看YouTube比较多些 什么类型的?YouTube? Vlog啦,Tag啦,车啦 你会不会用Projector看YouTube? 没有电视机的情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现在他们还在楼下吃这饭 我先上来做个小总结,就是今天的挑战成功 你看以后我不用做什么很浮夸的电影员 我只需要一个Projector就搞定了 而且你可以戴上戴下,以后如果你去什么酒店啊 你去什么Staycation啊都OK 像我现在在楼上,他们在楼下嘛 我可以直接在我睡房看CN,你看 睡房是没有电视机的哦 它的价钱呢是1549 这台ViewSonic M1加Underscore YouTube 大家如果有兴趣咧,我就会把Link放在Caption那边啦 反正经过我的实测之后,我真的是Approof了 无论是画质啊,声音啊,画面大小,还有Connect上面 其实我是觉得很方便,它可以入手了耶 反正我想讲Projector真的不要买太便宜了 像是几百块的那种,因为你用过一次1500的 你就懂那个差别在哪里啊 当小细节夹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大方便 建议大家就是去试用看看真的很好用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我要去看戏咯